冰箱里边有点牛排啊 咱们简单吃一个清炖牛排 咱们稍微拿水 把这牛排给它洗一下 接下来咱们把洗好的牛肉 下手锅中 然后咱们这里边稍微来点水 接下来咱们切点这个葱姜 葱给它切成 切成小段 大葱不太行了 它空腥了 接下来咱们准备一块姜 切成小片 把点花椒 香叶 大料 小茴香 水微微开后 咱们把这个沐沫给它打一下 咱们把提前准备好这些调料 葱姜蒜 先下倒锅粥 然后给里边稍微来点盐 盖盖小火 咱们再压上一个小时 炖肉的这个间隙 咱们切点这个葱花 然后来点大蒜 水开后咱们把面条给它下到锅中 然后来点生菜 是烤的 然后把咱们把葱蒜末 再浇到面中 来点生抽 陈醋 蚝油 来烧细辣椒面 醋辣椒面 来点花椒面 稍微来点盐 然后咱把热油拖上去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天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 还是这个无聊 还是做做的开场 这个色子啊 还是蛮诱人的 其实是有点吃的 这有点吃的 beers 酱大 吃 沾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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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配一口辣眼彩 我们来一块这个牛肉 稍微带点肥瘦的 这样肚子肚子 你看相当给力了 它在自然滑落 我下边准备借一下 这个骨头自然滑落 好吃 这牛肉真绝了 一口面一口肉 这才是享受 这牛肉已经炖得极其软糯了 好软 这上边再给它配点烂银菜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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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酷 哇 请勿调 5 超 大 1 2 3 3 4 5 1 2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